继续邀请大家来帮帮忙孩子们 这是慈怀基金会受到花莲强症的影响 上半年的捐款减少了三成 基金会目前在积极筹募113年第一学期的就学费用 但是缺口有45万元 这要来帮助46位的弱势家庭孩子 所以基金会希望各界来帮忙 让这些孩子都能够克服困境 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 慈怀基金会因为花莲强症症灾的影响 上半年的捐款减少三成 但是住人的工作依旧不能停摆 开学日期即将到来 对经济困难的家庭孩子们 就学费用更是沉重的负担 因此基金会目前正积极筹募113学年度 第一学期的就学费用 以帮助46位来自弱势家庭的孩子 包括从幼儿园到高中生的学费 制服、加通费、学习用品等等 相关支出总共需要45万元的缺口 慈怀基金会长期都在做同少年保护 还有家庭关怀的工作 那8月底就即将要开学 那我们也要继续的开始 为我们所服务的安置的慈怀园的孩子 以及我们社区脆弱家庭 还有我们一些社区自立的孩子们 募一些学用品还有学杂费 还有一些上课的材料费 以及课后辅导等等相关的一些学用品 包括制服、书包 还有我们有一些脆弱家庭的孩子 可能也需要一些书桌台等等 学习的用品 孩子们总共有46位的孩子需要帮助 那募款的金额需要45万 那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募了7万块钱了 基金会呼吁社会各界支持 让这些孩子能够克服经济困难 顺利完成学业 搬转人生 引向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去了解到其实大家的关爱跟支持 让他们可以就是更有方向 也更有力量去往前迈进 所以我想这一次的募学杂费 以及相关的学用品的一个 慈怀基金会的募款活动 真的很盼望我们的乡亲 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一起来支持 让儿少的成长透过教育来发展 让孩子的未来靠你我的力量 我们一起来达成目标 让孩子稳定而健康的成长 平安的长大 而相关的募款消息 可上慈怀基金会劝募专区来查询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